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坊是 Observer XT观察加行为观察软体的基本操作教学 那等一下有问题的话 随时可以透过Google Meet右下角的讯息对话来提问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工作坊 今天是要跟大家介绍Nodes的行为分析相关产品 像画面上看到的我们有这些产品 像我们上个月有介绍FaceReader中间的这个FaceReader 这是做脸部表情分析的软体 那另一套呢就是左边的这个Observer XT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 就是让一些有做行为观察研究者 可以示范功倍的一个优质好软体 那如果说研究或教学 有需要做一些录影回放的讨论 或是行为记录等等的话 还有右边这一组 Viso影音记录观察讨论系统 它是一个界面友善的多空间行为观察软体套件 关于这些软体系统的详细说明 可以再参考我的网页 可以扫画面中的QR Code 就可以直接连到我们产品的网页 去了解更详细的内容 或是对FaceReader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网页的应用教学页面 回顾上个月的工作坊影片 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 左边这款Observer XT观察 加行为观察软体的使用 那在开始介绍之前 先跟大家推广一下我们的行销平台 扫QR Code就可以连到像画面右边的这个连结内容 可以连到我们的网站去看产品详细的资讯 或是Follow我们Facebook粉丝专页 可以得到新的活动资讯 或是产品新资之类的 那之后我们的工作坊影片也会上传到YouTube 给各位使用者做相关的回顾 那或是有产品相关问题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AT做询问 那我们今天工作坊的内容 就是来做Observer的基本使用介绍 那除了Observer的使用步骤之外 我们也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说明 Observer用的一个Coding Scheme的概念 那后面会再介绍一些分析跟 额外的分析模组的部分 好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可以先比较一下 传统的观察记录方式 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软体的差异 如果各位使用者做过一些人工的行为观察记录的话 应该都知道人工记录的方式比较累 要用纸本记录 你还要再记录额外的时间 那你如果说你要做一些量化的分析的话 还需要把纸本资料登录到电脑上做其他的分析 那相较于这种传统的记录方式 现在我们有Observer 他就提供了一个快速简便的方式做观察记录 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要观察某些特定的行为 那就可以把我们要观察的行为简化成单纯的按钮 我只要看到行为就做按键记录 那透过影片回放的方式 可以两个人以上做观察记录 也可以来分析是否有评分者坚信度 那观察记录的结果档 也会自动产生时间的资讯给使用者 让使用者知道什么时间点发生了什么事情 除此之外 这个软体的使用也可以同时播放多个影片 如果说研究者这边有观察室 里面有装设多架摄影机的话 这些摄影机的影片都可以回到软体中同步做观察记录 那同时他也可以同步做一些外部的生理讯号的整合 使用上来说就有一点像是协助使用者这边整合的一个分析软体 那我们简单说明一下这套软体大致上的使用方式 可以分成这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确定环境的配置 影像记录 摄影机摆放的位置之类的 那我们记录的时候是要 即时的 在软体上即时记录 或是我们事后会录影片在软体上分析 都可以进行 记录的时候就是第二步骤 在确定记录前 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研究需要了解的行为确定好 建立这些coding scheme 那coding scheme就是你想要记录的一些行为标的 那这些项目会需要事先花一点时间做设定 这样才可以在后面分析记录的时候快速的处理 我们等等也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个coding scheme的建立方式 那接下来第三步骤就是做观察记录 那这会需要使用者一边看影片 一边做按键的反应 如果说可能研究者这边有助理或学生 就可以请他们协助做观察coding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先建立好我们要做的 我们想要记录的行为标的 所以第三步这边就只需要协助者看到行为就按按键记录行为这样 行为记录完成之后呢 就是最后的这个量化分析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透过软体做一些分析处理 我们可以分析整个观察资料的分析 也可以挑其中一些行为来做需要的资料分析 那我们接下来就稍微花点时间说明一下 所谓的coding scheme 在使用observer这一套软体在分析行为上比较常遇到使用者有疑问的地方 大概就是这个coding scheme的部分 那这是记录前的前置作业 如果说我们想要分析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处理的话 那我们事前的这个coding scheme的建立就要足够的完整 确定这些行为标的是研究或者实验会需要的项目 那这边可以看到这个coding scheme有分成三个项目 一个是subject 一个是behavior 一个是modifier 在分析开始之前 我们可以先定义确定说我们有多少位受撤者 然后有哪些行为 那这些行为的案件也是我们可以 自己设定的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更精确的来描述我们的 想要指导的行为的话 就可以用下面的这个modifier做加强 比如说可能拿取东西的这个行为 我们可以在modifier加强说是拿什么东西 比如说是拿玩具啊拿食物啊之类的 都可以就是加强助记在这个modifier里面 那我们接下来说明一下行为的部分 那行为的部分呢我们要确定的是就是我们要观察的行为是哪一种类型 它的类型有分这种event behavior跟state behavior 就是行为本身而言我们要记录的是它是只着重这个行为是次数的还是这个行为要 我们要知道它是持续多久的 像event behavior呢这就是指一些瞬间性的行为 比如说收册者拍了一下手或是打了个喷嚏之类的 或是说这个行为对你对研究者来说它的持续时间不重要 你只是要记次数而已 我们也可以称作是记次的行为 举例来说可以是扎眼或是对研究来说受册者移动 移动某些东西的行为 这只要算次数就好 我们也可以定义在这个类别里面 那另一种是state behavior 这种偏状态的行为 则是指说我们会记录这个行为持续的多久时间 比如说受册者站着或坐着 或是他东西拿起来 或是吃东西这一类的行为持续的多久 那另外这个这种状态持续性的行为 我们也要定义一下这些行为之间是否 会同时出现或是他是一种互斥的行为 那什么是同时出现或互斥的行为呢 我有分 可以同时出现就是不互斥的行为 那不能同时出现的就是完全互斥的行为 比如说一些可以同时发生的行为 像是一边唱歌一边弹琴 唱歌跟弹琴 这是两个行为 可是它可以同时出现 或是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视 这也是两个行为 但它可以同时出现 这些可以重叠同时出现的非互斥行为 会需要设定这些行为的开始跟结束的按键 举例来说这些行为可能是受册者开始走动跟结束走动 的状态 或是受册者小朋友把玩具拿起来玩跟玩具放下 不再玩玩具 这样的行为 那再来说明一下这个完全互斥的行为 这个完全互斥呢 表示说这些行为它不会同时出现 比如说站着坐着走路跑步 这些行为它不会同时出现 它就是互斥的行为 那在记录这个互斥行为有一个好处是 我们可以不需要额外记录行为停止的时间 因为当新的行为出现的时候 跟旧的行为互斥的话 在软体上就会视为旧的行为结束 新的行为开始 我们可以看右边的设定范例 行为是可以先分group 分群组 比如说玩的东西的行为 跟我们可能要观察受册者的情绪反应 还有我们想要了解受册者 做眼神接触的行为 先假设分这三大类 那在玩的行为 可能有玩食物啊 或是没有玩 或是玩假设说在吃东西 它可能会玩手上的汤匙 那在玩的这个行为 这个研究来说它是互斥的 它玩食物就会跟不玩 这两个行为是互斥的 可是它可以玩食物的同时去观看 看着食物 或是它玩 玩汤匙的同时去看向妈妈 那这种同时的行为就是不互斥的行为 那互斥的行为就比如说下面这个 眼睛 受册者在看着食物的时候 它不可能同时看着妈妈 这就是互斥的行为 简单来说没有办法同时发生的就是互斥行为 可以同时出现的行为 我们就要定义开始跟结束的按键 这样 那刚刚提到的这些行为项目啊 他们在这个behavior group里面的顺序性啊 还有按就是按键 因为我们软体上是做按按键来做记录的 这些项目都可以在自行定义 那如果说我们的行为项目呢 会需要再稍微细分的话 我们就会需要后面的修饰元素modifier 加入这个modifier就可以让行为更明确具体 比如说行为是小朋友在玩玩具 那modifier可以设定是环境中的哪些玩具 是小汽车还是娃娃之类的 或是受车者在走动 它是走在哪里 跟或是它走路的速度是快是慢之类的 都可以加入在这个modifier里面 那我们来参考一些范例 比如说我们做病人的行为观察 在受车者subject这边 只有一位 我们先假设只有一位 那它有三个行为群组 第一个是它的行为action 第二个是它的情绪mood 第三个是它说它有没有说话 或是它口语表达的部分 就有这三个行为群组 那其中一个行为群组有在额外有这些 修饰项目的地点位置 比如说受车者是坐在哪里 或是躺在哪里 这样我们只要在软体上做记录的时候 只要那个行为它还有分出一些modifier的时候 软体上就会通知说这个行为有modifier 你需要再做设定 这样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是 翻例是亲子互动的行为观察 那我们的subject一样是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可能观察一个小朋友 那它的行为呢 有分我们分两个行为群组 就是说话的行为 一个是玩东西的行为 那其中玩东西的这个行为 又分两种modifier 比如说小朋友把玩具放在一起 是哪一个玩具 或是把玩具拆开是哪一个玩具 那他玩玩具的这个行为的动机是 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 还是家长跟他说 你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们前面就会需要做这些 这些行为的定义跟分类 那我们说明了这么多行为设定的东西 就是因为在使用这一套软体来分析行为的时候 比较常遇到的疑问 就是这个coding scheme的建立 那希望大家对刚刚的说明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OK 如果OK的话我们就接下去进行软体操作的部分 OK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第15版的软体 observer.st 那Nodos的软体呢 都会有一个叫硬体锁的东西 它有点像是USB随身点一样的一个key 所以在我们开启软体之前 就要先把这个硬体锁接上电脑 软体才会打开 这样 好 那现在我们软体打开 打开了 中间就会有一个小画面 如果不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在左半边这边 open the project 在这个框框里面 可以看到会有之前开启过的project 那也可以用open来开启 来寻找你的档案位置 来开启你的档案 那右边是建立一个新的project 其中一个项目叫做new from template 这个template是拿之前用过的project里面的coding scheme来做使用 可能是之前用过的研究方法 你们要做类似的行为观察 就可以在原本的project先另存一个template 那再汇入到这个新的project里面做使用 那这个template就单纯只有coding scheme的部分 那下面这个new的话就是完全全新的一个project 我们是从零开始的 那我们就先用new来建立一个新的project 那它会自动跳出这个你要存档的location 跟设定的名称 那我们先随便设定一个location 预设都是在使用者公用的文件夹里面 会有一个叫nodes的资料夹 好那一进来这个project里面呢 它就有中间的画面就有一个 这个程序可以让使用者一步一步跟着做 那这边的template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开始要先setup 再来是做行为记录observe 最后是analyze分析的部分 首先我们就先来做设定setup的部分 ok 好这边的设定最上面是observation source 那这个是你可以设定你要即时的coding 还是要offline的coding 那offline的coding就是做汇入影片的方式 那我们等一下也是用这个方式来做示范 所以这个项目就可以发的不动 那再来是observation method 那它有分continuous跟instantaneous sampling 那instantaneous比较像是刚才说的一个瞬间的行为 那如果选这个的话 下面还需要设定你的这些行为的sample interval长度 那我们一般来说应该会是continuous sampling 所以我们等一下示范的时候也是看持续性的行为 所以我们这边就先使用continuous sampling 那再来observation duration呢 它有这些选项 那这个就是看你的观察会需要观察多久的时间 如果没有限定时间或是采用汇入的影片时间 作为观察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open-ended observation 那使用者就可以手动结束观察 或是我们汇入的影片时间到了 这个观察就结束 那如果说我们有确定一个时间的话 就可以在选择duration based on observed time 来设定你的observation duration是多久 那我们等一下是先用open-ended observation 可以选来做示范 那最下面的这个project information呢 就是关于这个project的一些资讯 那如果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小帮手 可以帮我们做coding之类的话 可以在description这边输入一些简短说明 这样 好那我们开头前面设定就先这样 再来 左边这边 我们刚刚进行的是上面的这个project set up 再来做coding scheme的部分 那到这个coding scheme的设定 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会有这个subjects跟behavior 那modifier在哪呢 我们可以点右上角这个viewsettings 把modifier打开 它就会出现 因为可能看研究使用 有一些研究是会观察 好几个受册者 有些研究是只有一个受册者 那可能behavior里面又细分很多modifier 所以在subjects跟modifier的项目是可以 使用者这边可以自由选择需不需要用 但因为是做行为观察 所以中间的这个behavior是一定会在这个画面中的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示范是只有一个受册者 那我们就把subjects关掉 那如果说你的研究会需要 观察很多不同subjects的话 我们可以点这个add subject 那就可以输入这个subject的名字 在里面或是你的收册者编号之类的 都可以形成在上面 好 那我们行为的话 我们可以点选这个add behavior group 把这个受册者的那个行为群组先建立起来 一开始呢就先设定这个名称 还有下面这边是需要定义这个行为群组之间 是不是互斥的关系 这边选项上有写这些行为 在这个群组里面的行为是不能同时发生 或者是在这个群组里面它可以同时发生 overlap 好 ok 那我们先设定一个 先设定一个create behavior做示范 那下面这边就可以新增你的行为的细项 好 那行为的项目可以一个一个输入 然后这边Duration这个 是可以设定这个行为是不是持续性的行为 Duration这边选yes 它右边就有一个范例跟你讲说 你使用这个行为的时候它的记录会长这样 那如果不是持续的行为 那它就是只会记录到这个行为 Total出现了几次 而不会有这个TotalDuration或MingDuration的资讯 对 因为我们这边选择它没有一个Duration 它是次数的 而我要Duration的话 它就才会有这些Total或是MingDuration的资讯 那我们今天做的示范是 亲子互动的行为观察 所以我这边先设定一些范例的行为 大家也可以输入中文 我们先设定这些 那这些呢 它会自动产生 画面上可以看到有一个 两个小的Key 这两个小的Key就是 就是这些行为的那个 开始跟结束的按键 图示的那个按键 右下角有一个小的绿色三条形的符号 就是开始的标记 那红色方块的符号就是结束的标记 所以这个比如说Functional Use的这个行为 开始的标记是按F 结束的标记是按大写的F 结束的标记是按大写的F 那这些 这些Key都是 软体会自动产生 它会先依据 你的 你输入的那个行为名称的第一个字母 来做设定 那如果是中文的话 它就会提供一个 有点像乱数文 先随便提供几个案件给你 这样 那或是我们要自己设定也可以 就在上面点两下 换过去就好 这样也可以 那这边是可以设定好几个行为群组的 它也是自动产生这些行为的标记 那如果说我们要观察行为比较复杂一点点 那就会再用右边的这个Modifier来做加强 那这个Modifier 加入这个Modifier的群组 它会有分两种 一个是 像名义变相或是数字资料的Modifier 大家看我们观察的类型是哪一种 在选择适合你的研究的项目 那我们等一下示范是用这个Nominal的Modifier来做群组 所以我先建立一个 先建立 可能受责者 玩玩具 的这个行为的Modifier 它是玩什么玩具 然后下面呢 我们会需要再选择 我们要连 连到的行为 OK 因为是玩玩具的行为 所以我们会跟这个玩的行为 要连 连动 所以可以勾选 你可以只勾选 其中几个行为 或是整个群组里面的行为 你都勾选起来 这样 Create group 它就会 在行为的这个 项目里面 会有一个Modifier的注迹 在这边Modifier 就可以看到 行 第一个行为项目 它的Modifier是Toy 那如果像下面这些行为 它没有Modifier 的话 它就会在这边显示说 我们可以去选择 给这个行为的Modifier是什么 这样 那先 假设现在 那个Coding Scheme设定好了 我们接下去设定 这个Independent Variables 那这个Independent Variables呢 这个项目的建立 它可能是 在研究中来说 它是会潜在影响 我们的Dependent Variables 数值的一个变相 所以在整个观察的过程中 Independent Variables它是 一个恒定的状态 持续不变的 比如说是收测者的性别啊 年龄啊 或是我们研究有分组 之类的项目 所以在分析上会考虑加入的项目都可以加入 这样 比如说 Gender 那也可以设定它是文字还是 文字或是数值或是时间 或是一个持续时间 或是四根幅的选项 这样 那我们 设定的这个 我们可以直接先定义 有两个选项 比较过位 比较Girl 这样 新生进来 OK 那这个项目呢 可以是 Optional 等一下 这个项目可以是Optional 然后再来 可以再新增 其他的 比如说 年龄 或是数值的 就 那这边的Format就可以 嗯 就可以在自己设定 它 有没有要 什么小数点后几位 之类的 小数点后一位 两位 那我们是年龄 就不需要 OK 然后 我们可以 设定 一定要 哎 集到集的数值 比如说我们的受册者 都是 四岁到十岁 的小朋友 这样 可以 这样子设定 嗯 所以 在independent variable 的项目里面 我们都可以 自行再加入一些 我们研究上 会需要 用到的东西 嗯 好 那前面这些 setup 设定完 目前 大家有没有什么 问题 在前面的 设定的部分 那后面还有 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 呃 传送讯息 询问 我们现在先 稍微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 进行后面的 后面的 后面的 说明 可以hello 那我们接下去 进行后续的 说明咯 那接下来是进到 observe的部分 后面往下是observation 那在observe里面呢 嗯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新的observation 或是继续上一次的observation 对 那它的选项目前是 嗯 继续上一次的observation 是不能选择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project 没有上一次的observation 嗯 那或是我们可以汇入 在别台电脑 处理过的一些 嗯 observation 也可以 对 那下面这个 observe with other computers 这个项目呢 是 可以汇出 我们的template 到别的电脑上 那就 像刚刚有看过的template的部分 嗯 那汇出的部分 就只有coding scheme而已 那我们先建立一个 新的observation 那可以建立一个observation的名称 跟一些描述 那这边会需要选择 我们建 呃 建立新的observation 需要 汇入的档案 那汇入档案格式 基本上只要是影片 几乎都可以 几乎都可以 除了一些摄影机 会有自家厂牌特定的 档案格式 不太行之外 像是 呃 MP4啊 MPG AVI 之类的 影片 基本上都可以汇入 那汇入也可以 一次选择多个影片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 呃 亲子互动的 观察影片 可以一次像这样选三个 选进来 选进来 好 那现在这个画面上呢 就可以看到上面是 影片review的部分 上面这边是影片review的部分 那中间会有这个playback control 我们可以回放 哎 播放 回放 操控这个影片进度的 按钮 然后下面这边呢 是会显示我们 呃 做行为记录的 内容 比如说软体会显示 呃 我们设定 记录的时间 呃 这些行为 跟它的Modifier 背标记的时间 那在common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注记 我们有兴趣的事情 或是 诸记 哎 被观察对象的 说了什么话 之类的 那 我们要做的 行为标的呢 就在右手边这边 code 还有这个 behavior 跟Modifier 在这边 还有subject 那coding scheme 就会出现在右边 那 这边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记录 那做记录呢 就是点一下红色的这个 start observation 它就会 影片就会开始 呃 影片开始之前呢 我们会需要先输入 呃 我们前面定义的一些 呃 independent variable 比如说这个 哎 我们现在观察这个 受测者是 女生 然后它的年龄 我先假设是 哎 假装是六岁 好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 开始 这个行为 那 呃 大家这边可能也可以 听到那个影片 本身 播放是有声音的 对 好 好 那现在 我们 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 像这样选择 不同的影片 让大家呈现在中间 来看 假设 呃 现在小朋友 拿了一个东西 起来 要看 那就先 这个时间点 点下去 一个行为 标记出现 那Modify的部分呢 他会 他会先暂停这个影片 然后我们可以去选择 哎 他拿的是 哪一个玩具 那点完之后呢 他的 影片会再继续播放 ok 那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这些行为 行为观察的部分 对 那除了 用滑鼠去按 右边的这个 code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键盘 做 做记录 嗯 比如说现在 嗯 我点这个想象游玩的这个 开始的记录是C 那 他就会跳到Modifier 然后来 确认说 他现在想象游玩的 玩具是哪一个项目 假设是car 继续点点一个C 那在 嗯 中间这边 就会自动出现这个 Behavior 跟Modifier 出现在这边 那我们可能分析 因为 做这些行为的记录 会需要 蛮长的时间 如果说你的 行为观察 可能一观察就是半小时一小时 那我们这个影片 就要看半小时一小时 我们中途可以先 暂停observation 那就先 先结束 那可能 之后再回来 可以再 继续开始observation 然后再继续点 我们的 行为 像这样 ok 好 ok 那 因为 一支key 只能用在一台电脑上 像 刚刚说 Notes的软体 都会有一个 所谓的硬体锁 那这个硬体锁一次 都是用在一台电脑上 所以 如果说研究者这边 可能有很多小帮手 可以帮忙做记录的部分 那也可以再跟我们 购买 所谓的 second coder license 它 这个license 就只有记录的功能可以使用 这样子 我们研究者这边 可能先设定好 我们的 coding scheme 确认说 我们哪些行为标的 是需要记录的 然后再把这个行为标的 的档案 交给 我们的小帮手 去 去在别台电脑上做 像现在这样的行为 行为观察记录 这样子 也不用担心说 这个license key 借出去 可能 有东西会被误改 或误删之类的 那这个secondcoder license 也会比 observer本身的license便宜一点 那就看研究本身是否会有 同时使用observer这一套软体的情况 好 那这边是observation的部分 ok 那再来要做分析的 分析的部分 那我先 偷偷切换一下 好 我们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刚才 有 刚才跟大家介绍这个observation的部分 完整的observation呢 可以可能就像画面上的这些 在time的这个栏位上面就是这个影片的时间点 然后behavior跟modifier就是我们有做的行为记录 那后面的comment 我们可以在自行手动输入 可能是受册者说过的话 或是 呃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觉得是有需要注记起来的 也可以写在comment这边 嗯 那 这些行为标的 标记完 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下面的analysis的部分 来做 做分析 ok 他这边呢 左边这边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资料夹 那这些资料夹 代表是不同的分析内容 那我们先来看前面的这个data profiles data profiles 这个项目可以把我们想要知道的行为做一些筛选 筛选完之后可以在下面的这个visualization里面去详细的看说 嗯 不同的时间点发生了什么行为之类的 ok 好 再把影片叫出来 那在画面上 嗯 他叫出来会是 像这样的一个小视窗 可以 拖曳这个小视窗 好 那画面上就会 出现 一个 像上下左右的 这个项目 嗯 那我们可以把小视窗拖曳上去 那我们可以把小视窗拖曳上去 画面 让软体重新排版一下这个画面 好 那在这个visualization呢 我们刚刚在data profile里面选的是all data 全部的data 比如说我们有几个observation 那我们不做任何的筛选 不做任何的挑选 直接去看所有observation的内容 在visualization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影片回放的方式来看 这些时间点影片上发生了什么事 那他在画面中也视觉化的呈现说 这个 这一段记录里面 这些行为跟modifier 行为跟modifier的那个 发生的时间点 他用这种视觉化图示的方式呈现给使用者看 像这样 那这边在data profile里面呢 假设我们可能是挑选其中一些 做了一些filter 那这个内容的使用呢 就是像这样 左边有这些components 假设我需要filter一些特定的事件 有时候我只想我只关心某些行为 那我可以把我的 我只想要看的某些行为特定挑出来 比如说 比如说 嗯 跟家长说话的行为 跟下面这些 先随便挑几个 ok 挑起来 然后他这些线可以这样子点 点完之后 再回到visualization 他就会只挑选说 我们刚才点出来的 我们刚才在这个项目里面 特地挑选 特地挑出来 特地挑出来 只有一个talk to parent的 这个 说话的行为 那玩东西的行为 特地挑出来 下面这些 挑出来之后 visualization 他就会 有这个 我们挑出来的项目 那有发生的 他就会用颜色标记在 这个时间桌上 对 那这就 有点视觉化的 呈现我们 刚才记录的东西 那就看 研究上会需要 特别挑选 什么样的资料 可以再 新增不同的data profile 或是你可以复制 现有的data profile 去做一些modify 在visualization 就可以看到相应的资料 那如果说 这些资料 我们要做相关的 汇出的话 我们可以汇出这个 excel格式 那他就会 汇出 呃 event的data 比如说 什么时间点 做什么行为 那还有没有modify 之类的 他可以汇出这个 excel的资料 那或是 我们是要汇出到别的软体上去做其他的分析 的话 也可以汇出这个data txt档 也可以做其他的 处理 那他的汇出呢 都会在我们project里面的export 绿色都是放在export里面 那如果不是要放在export的话 我们就在手动选择 我们要放入的位置 我们要放入的位置 存存档的位置就可以了 可以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export的资料 它就会长这样 有时间的 有时间的 资料 时间 日期 相对时间跟这个绝对时间 然后还有 还有 这个 event log behavior log 这样 这些 那有些behavior 会有modifier 它也会标记出来 然后 event type 就是 刚才 有说的这个行为 它是 持续的 还是瞬间的 那就会在这边event type 就会标记出来 然后我们在 做 观察记录的时候 会去 记录 受策者的 讲的东西 或是 一些特殊事件 要做足迹的时候 也可以 写在 common的内容 它也会一并汇出 那就汇出 我们有兴趣的内容而已 OK 好 那这是 筛选资料汇出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 继续往下看 后面的analyzes 这个episode selection 它跟 刚才前面的 有一点 类似 它有一点 类似 比如说我 对 小朋友 talk to parent 的 行为 有兴趣 可以把它 从上面的event lock 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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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 video里面 它就会截取 小朋友 跟家长 talk to parent 的 这一段 时间 的影片 截取出来 我们可以 跳出来观看 在影片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这样子 另外 挑选出来 我们要分开来看的 影片片段 这样 好 再来 应该是 比较多 研究者会 关心的 行为分析的部分 那 行为分析的部分 我们可以点这个 new behavior data new behavior analysis 这个项目 我们可以设定 这边的设定 就是 可以设定说 我们要不要 show missing value 那 小数点后几位 它最多可以到五位 那layout 就是 我们要选择 可以选择说 我要看 受测者的 那些行为 那我要不要 出来分析 这个independent variable 然后就会 它有放的 相应的位置 比如说 rolls and columns rolls and columns rolls and columns 中文是什么 指行横列 看要放的 位置是哪里 然后下面可以选择说 如果说我们是单纯看行为 但我会稍微了解一下 是哪些modifier 但我对 modifier个别的状态 不是很感兴趣 我可以选择这个 把 modifier combine 在一起 这样 那把它勾选 把它勾掉 的话 modifier就会分开看 那下面是 show elements not scored 比如说有些 我想要看的行为 但在这个观察 这个受证者上面 没有出现 所以它就没有被记录到 没有被记录到 它就不会有数值 大家看 看研究者这边 会不会有兴趣 想要看这个项目 那有show的话 在setting这边 就是missing value 它就会 我们这边设定是 一个横线 所以只要是missing data 我们就 它就会用横线显示 比如说像这样 纵轴这边 就有行为跟modifier modifier刚刚选择是分开的 就会有这些 然后中间这些呢 是那个 刚才选择的independent variable 好 在右边这边 会有这个min duration total duration 之类的项目 这些项目 我们可以在statistics里面 做挑选 那observer里面有 预设这些项目 那我们就看 我们会 可能会想要使用的是 哪些项目 那预设应该都是 平均持续时间 跟总发生次数 那可能看 研究上使用 会不会需要其他的 统计分析项目 这样 那我们也可以回来 setting 一些可能假设 当下不需要看的东西 关掉 那在画面上 就不会那么复杂 那在这个min duration 或是 就是 这些选项 这些资料里面 我们也可以画 这个 图表 图形 chart selection 我们可以选择 适合 你的 你选择的这些 项目来做 做绘图 比如说脂肪图 折线图 或是 圆柄图 散布图 都可以 我们用这个 脂肪图 来做一个示范 比如说 小朋友 在这些行为上 他的平均持续时间 在书本的 Functional Use的持续时间最多 这样 那这个项目可以 汇出成图片 那就可以放在 可以的报告当中 做使用 这样 那这边有一些 範例的项目 比如说 小朋友玩玩玩具的行为 就是玩的类型 然后他也有 做这个 圆柄图 频率的圆柄图 这些範例 说话的行为 比如说 我们分析上来说 我会想要指导 受撤者的 相关的 说 说话的行为 可能是对家长 对自己 或是没有讲话 的行为 发生的次数 或是时间 那就是看 我们研究上 会需要 了解什么东西 去做相关的筛选 再来做 绘图 这样 那再来下面一个 这个数值的 数值资料的分析 这个项目呢 它会需要 它是 那个 加构项目 它是 好 这边另外补充 说明一下 这个 其他的模组 部分 我们刚刚介绍的 都是最上面 基本版 video 的 module 做影片的 记录 跟分析 那刚刚说到的 这个 这个 数值资料的分析呢 它是 中间的这个 external data module 那 可以 把一些 比如说 外部 设备做整合 可以把 其他 身体参数的资料 比如说 Heart Rate 或是 EG 或是 严重资料 放进 匯入 Observer 里面 来跟我们的 影片 记录做 同步化的整合 可以在额外做这些 数值上的 分析 那这些分析 就会 跟 前面的行为分析 比较不一样 那可能还是 会看说 嗯 我们 做 外部资料 整合的时候 它提供的 它可以提供的 资料是什么 这样 所以这是 额外的模组 那在这个 范例档案上 来说 它是用 某一个牌子的这个 Hard Rate 记录 嗯 那 分析上 我们可以分析说 在 玩玩具 跟 没有玩玩具的时候 小朋友的 心率 平均 心率 状态是 怎么样 这样 每分钟 几下 那最少下 最多下 跟 平均 心率 这样 嗯 好 OK 那 我们再另外介绍一下 这个 额外的分析模组 这个是 Advanced Analysis Module 那这个 这个分析模组呢 是可以做性度的分析 或是做序列分析 那 性度分析跟序列分析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OK 好 我们先看这个性度分析 性度分析呢 就是 可以来算那个 平分者兼性度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同一个 同一部影片是做 亲子互动的观察 那我同时给 A助理跟 B助理去做 这个影片的观察记录 那 这两个记录我拿到之后 就会有两个Observation嘛 那我们就 在 做这个 性度分析的时候 这个设定上是这样 Observations 可能会有 至少会有两个 但因为我们现在 Observation只有一个 所以 在示范就先拿一个来做 那Observation Pairs 可以 假设说我有 好几组 助理 都有在做 那我就点选 我想要做分析的 Observations 点进来 加入 然后 右边的这个Observation Pairs 把它配对一起 那就是 这个两两 配对做分析 确定之后 它就会有 这一个 这些资料 OK 假设Observation A 是 某个 A助理做的 Observation B 是B助理做的 然后它就会有这些 性度相关的分析 Agreement Disagreement 然后 Presentage of agreement 那加100% 因为我们拿的是同一个 Observation来做分析 所以它当然是100% 那CAPA系数也是1 所以它就会提供这些 这些性度分析的指标 可以做参考 好 那再来是这个 序列分析 那序列分析是指说 可以来算 就是事件A发生之后 事件B 发生的次数 比如说 受车者A接近之后 受车者B 跑走的次数 这样 那以今天介绍的这个范例来说 这边 重轴跟横轴都是同样的行为 那我们可以从中间看出 这个 假设这个次数最多 是在TALK TO PARENTS 之后就不讲话了 这个次数最多 不说话之后 那就再跟家长讲话 这个次数也比较高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看 有没有可能 我们原本不清楚 会有这种关联性的行为 在这个分析上 可以看 可以看出 原来这两个行为之间是有关联的 这样 那在这个设定上 我们可以设定 这个 A事件发生之后 B事件出现的机会 这个中间间隔是 递刻发生 还是隔了几个行为之后才发生 这个State Lag State Lag 是可以做这个设定 可以做这个设定 对 好那这是 加构模组 Advanced Analysis Module的部分 加构模组 中间这两个 介绍完 下面这个Coder License 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可能给助理做Coding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 Second Coder License 来使用 那这个专门 专门是用来做行为编码 就是做行为Coding 记录使用 它不能去做这个Coding Scheme的修改 所以说在使用上来说 可能对助理或学生比较 亲切轻松 因为它只需要做中间的这个Observation 就好了 那 目前这样看起来 我们Observer这套软体的内容 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不知道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都可以再加入我们的LINE AT 做询问 那或是想要再回顾这一次工作坊的内容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页面去做回顾 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坊就差不多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参与